臺美颱風雖然逐漸遠離 帶外圍環流持續影響臺灣 探開路徑圖來看左下方 臺美颱風往中南半島前進 迫近後會往東折返 就會稍微減弱 對臺灣就會比較沒有影響 至於第21號颱風康瑞 預計在下禮拜一、二 逐漸北轉朝琉球方向移動 隨後就會往東北日本前進 不過路徑還是保有不確定性 那但是還是有些部分模式會顯示 就是說他這個北轉的速度 北轉的時間點 可能會是有比較晚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就以這個情形之下 可能就是會對於就是 比較對於臺灣的一個距離上 就會有比較偏近的一個情形 會不會波及中央氣象署 也坦言北轉時間點是關鍵 至於外宇州天氣狀況 二十六號整體大氣環境不穩定 東半部、南部和外島 不定時會有短暫鎮雨 週日二十七號以東北風和東風為主 北部和東半部有局部降雨機率 但於是會稍稍緩和 到了下週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和東半部容易有 與氣溫也有所改變 提醒大家北臺灣氣溫要轉涼了 氣溫會一路下降 最低溫可能落在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中南部和花都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雖然台北颱風逐漸遠離 但外圍環流 東北季風和康瑞颱風最新動態 還是得多加留意 暫力新聞 李維瑞頂區 台北特摩摩摩摩摩